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什么呀 方法里面有什么呀 套了方法啊 我们先看看方法的签套 方法的签套就是什么呀 方法体里面 又什么呀 又定义其他的方法 那这就是呢 方法的签套 比如呢 我们写一个什么呀 处理我们数学里面的阶层的一个方法 然后呢 用方法的签套去实现 怎么去实现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呢 方法是什么呀 处理什么呀 阶层问题的 我们定义呢 这么一个方法 define 就是什么呀 factor real 那它呢 接收的参数呢 是一个什么呀 是一个int类型的 x int 那它在返回值呢 也是一个int等于 后面呢 是它的方法体 那在这个方法体里面呢 我们先做一个什么呀 方法体里面 我们不做其他的一些定义 我们直接呢 定义另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呢 叫define 再定义什么呀 一个方法 叫factor 那它里面呢 是有两个参数 一个呢 是int 一个呢 叫accumulate 它呢 也是一个int 那这个方法呢 返回值呢 也是什么呀 是一个int 那这里面呢 是什么呀 我们定义这个方法里面这个方法 它在方法体 我们首先对什么呀 对x进行判断 如果x呢 小于等于1 我直接什么呀 把这个accumulator呢 返回去就可以了 如果呢 不是1 那我们直接什么呀 用地规的方式 用什么呀 x-1 x 乘什么呀 accumulator 那在这个方法体里面 它的方法是什么呢 它直接什么呀 调用我们刚刚定义的这个方法 就可以了 x-1 那这呢 就是一个阶层的实现 那这个实现呢 是用你们的方法里面 又定义了一个方法去实现的 我们呢 可以测一下 比如说我们可以什么呀 println println println是谁呢 比如说什么呀 2的阶层 是不是啊 这个我们章主就能来算入它的结果哈 factor real off什么呀 2 它的结果是什么呢 我们调用于什么呀 调用我们刚才定义的这个方法 是不是啊 factor real 什么呀 2 我们呢 走一个 这运行的是什么呀 是我们刚才定义的哈 我们直接装什么呀 method demo哈 那现在什么呀 它的结果就是2 比如说我们现在什么呀 求5的结成 我们可以什么呀 把这变成5哈 我们再运行一下 结果是什么呀 是120哈 这就是呢 结成一个实现什么呀 我们数学里面结成的这个功能的一个方法 但是它的实现呢 是什么 在方法里面又牵套了一个方法实现的 这就是方法的牵套 概念呢 比较容易理解 我们再看看呢 方法的多态 那什么是方法的多态呢 方法的多态呢 有点相当于什么呀 我们的范形哈 就是说 我们的方法它里面的参数 类型是参数化的 什么是方法的多态呢 我们可以稍微写一下 就说什么呀 方法可以什么呀 通过类型实现什么呀 参数化 这个呢 有点抽象哈 我们呢 举一个例子 就比较好理解了 比如呢 我们定义这么一个方法 define the list of duplication 这么一个方法吧 然后呢 我们有一个什么呀 参数a 那这个参数a是在哪呢 是我们的这个类型是不确定的 比如说x呢 它是什么呀 就是一个 这里面的参数呢 这个就是一个什么呀 就是我们这个类型的哈 它是不确定的 那第二个参数呢 比如说lens 它的参数呢 是一个inter类型的 然后我们这个方法的返回值是什么呢 是一个list 那这个list是什么类型呢 因为什么呀 我们传的值的类型呢 是不确定的 所以呢 我们这个返回值类型 也是不确定的 那方法题是什么呢 方法题呢 我们先什么呀 去判断一下 我们这个lens 它是不是个有意义的 如果这个lens呢 小语义 我直接什么呀 返回new else 我就什么呀 去 把我们的x 做一个什么呀 追加到这一个list上面 怎么追加呢 用什么呀 我们list x 通过什么呀 币归的方式哈 lens 什么呀 简易 这样呢 我们就定了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里面的呢 数值类型呢 是不确定的 也就是什么呀 是参数化的 那这个呢 我们什么呀 首先呢 根据它的一个条件 就是长度去判断 我们是不是要生成一个list 如果它小于1 那我们就生成空的list 如果呢 它是大于1的 那我们就什么呀 通过帝归的方式 去生成一个list 我们看怎么去调用它呢 println 我们直接什么呀 把调用的这个结果呢 进行一个打印 println 谁呢 list 里面第一个参数什么呀 是类型哈 比如说什么呀 是一个 我们先给它什么呀 比如说是一个int 那第一个呢 比如说我们给它一个什么呀 是 x呢 比如说是 3 然后第二个呢 我们给它一个参数哈 比如说是5 然后呢 我们运行一下 看一下这个结果 那现在我们得到一个什么呀 list哈 里面元素什么呀 是3哈 然后呢 它的长度呢 是5 那我们也可以怎么去做呢 line list of 说明什么呀 里面什么呀 给它传个参 比如说什么呀 是 ss 然后呢 我们长度呢 给它10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结果 那现在这个结果什么呀 是一个字符串儿样式的 是不是呀 但是呢 我们没有给它什么呀 没有在这里面显示 我们现在去告的它是一个死菌类型的 那这个死菌类型呢 它怎么来的 它是根据我们对这个参数的复制 啊 因为你是什么呀 是一个字符串 那它推断呢 当前什么呀 我们这个 lisa它的类型应该怎么办 就是一个字符串儿类型 做了一个推断 然后呢 去调用我们这个地固的方法 创建了一个 元素重复的列表 这就是方法的多态 就是说方法的参数类型 是 不确定的 我们什么呀 需要呢 在调用的时候呢 去什么呀 去告诉我们的方法 这就是方法的多态 那关于方法的牵头和多态呢 我们就讲那么多